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柔软着牵挂 那些伤疤总会结强 簇拥成时光的话 总会有人为你摘下 Don't feel lone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 光静静落下就等他回答 愿你仍还有他 担心轻差点我 懂着人生充满很多遗憾 一身热爱却冬生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我还要去大使馆办佳级签证 根据我们的合同规定 辞职需要提前一周申请 自申请日起 一周之后才可以离职 在此期间 正常上考 缺勤 扣工资 没问题 到这周日 是吧 放心 我会工作到最后一天的 而且即使我走了 将命也可以顶上 记得给我结心 我会工作到最后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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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一点 喂 正好 小老板说 让你把这些全部翻译完给他 翻译不完不许走 说什么 受之以誉 我看他 就是不想让你走 他们俩什么情况 苏 excusez-moi L'état的Saku a empiré il est à l'hôpital maintenant et vous cherche partout Saku inconfortable J'ai mal partout Mal Oil fait mal Partout Monte-moi à voir Mamoine Ne me quittes pas Mas alors Saku Il semble que Ce poison a envoyé ton corps Il faut utiliser L'acupuncture chinoise Pour faire sortir Whether les tribonnes Ce poison a envoyé ton corps Ce poison de la crème Pour faire sortir dans ton corps A di sentir peut être en plus Ce poison Maman, je ne souffre plus Je ne souffre plus Saku an 我生了一种跟你一样 没有办法治的病 但是现在呢 有人研究出了 可以治好这个病的方法 所以我必须得去一趟法国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孟安 你们去的吧 你们去的吧 我们去的吧 还需要很多 人和病都很变得动 好吗 孟安 你 孟安 好 让你去吧 姜姜 你们别费心思了 我一定要去法国的 要是萨坤真的病了 请你们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他 孟安 萨坤他很需要你 友好医院也需要你 还有我和顾医生 我们都很需要你 你别走的好不好 对吧 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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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非我不可 不是 怎么会跟你 你说得对 地球没了谁都这样转 友好医院需要的人 比起翻译技巧 更重要的是长期稳定 我们不需要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任性翻译 我早就说过了 你不合适 你不合适 真真啊 对不起 妈妈真的很想回国陪你过生日 但妈妈还有一点工作没有完成 骗子 妈妈是个大骗子 真真啊 妈妈一定 一定很快回来看你 我保证 你上次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相信你了 你这个坏妈妈 你也别毁了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你也不想回忆备 姨姨 林峥啊 吃饭了没有啊 最近忙不忙 还好 不算太高 怎么听上去不太高兴啊 有什么事跟爷爷说 爷爷 我总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想要留在身边的人 就是留不住呢 林郑 听爷爷说啊 有些事啊 你千万不要憋在心里不说 一定要说出来 让杜丝要明白 千万不能因为爱面子 憋着 留下终身遗憾 知道吗 爷爷 什么事要是那么高兴 刚给云峥打了个电话 这小子呀 可能是谈恋爱了 在拉卡牙 对 我听上去啊 还有点那个剪子 为情所困的意思 这么多年没听她喜欢过谁 没想到缘分在国外 要是能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等着吧 云峥看上的姑娘 不会错吧 怎么这么扁啊 就加你扁扁好不好 扁扁 怎么才能让维安留下呢 虽然是铁定要跟她热头跑了 劝都劝不我 你有什么主意啊 强强 你把我装都蹭进了 苦红都蹭到你身上了 我还没赖你呢 我这个白大褂穿回科室去 小老板一定会误会 我在外面谈恋爱的 他才不会误会你呢 他只会嫉妒你 没想到有一天 还能被小老板嫉妒 你们家小老板 真的是白瞎他那张脸 笨得要死 简直是个爱情绝缘体 亏我还指望他能带维安回国 我真的是想多了 那苏维安就是喜欢爱略特 小老板有什么办法 我才不相信他私奔那套鬼话呢 没有人比我更要走爱 他和郭云珍就是相互戏 我的雷达不可能错 我知道了 我有办法留住素雅 都已经十点了 加上我们待会儿要做的那台 已经第五台了 破级录喽 小老板 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累啊 习惯了 也是 有苏班一载 你做再多也不会嫌累的 做一天少一天喽 你要是累的话 下一台就不用跟了 叫姜茗一排吧 不用了 反正也是最后一台 行 小老板 这是咱们医疗队的工作手册 苏繁益都已经帮你翻译好了 你自己布置的任务 自己验收啊 我熬不动了 我要去睡觉了 你和苏繁益慢慢调队 慢慢调队 走了 方秘凡 喂 那你可得好好叫队了 我可不想牵你什么 你和苏繁益慢慢调队 那也不能在这儿站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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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办公室吧 你确定这样能行啊 可以啊 上回他俩就在药房 共度一晚 结果关系立马脱飞猛击 现在让他俩过男寡女共处一室 干柴烈活的 肯定一点就燃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待会儿我叫三二一 你俩咋啊 好 好 不错 你俩咋了 辛苦了 不辛苦 应该的 你做了很久吧 几个晚上吧 有人吗 里面还有人呢 停电了 有没有人啊 里面还有人呢 小老板 人都要走了 你再不把心理话说出来 就来不及了 有人吗 哥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祝你好运 有没有人 是方便凡 他故意的 我今天下我的飞机 我今天下我的飞机 工作呢 我已经跟姜姜对接好了 如果姜姜要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多担待 多鼓励他 我说谎 小老板说什么 什么 我想把你留下 不是因为缺翻译 不是因为你会法语 又懂医学 在拉凯亚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我以为你是一个 唯利是图的前串子 是一个弃医从上的逃兵 可是你 谈论起医学术语 如属家珍 你可以为了救萨坤 不计代价 还为我 挡棍子 挡枪口 柳原 你还记得药房的那个晚上吗 现在一样 也是这么黑 你帮我拼好了手练上的字母 兰花银树下 你卸了妆的样子 真的很好看 顾医生 你别想多了 你说那些事情 都是我随手做的 今天换做是任何一个人 只要我看见了 我一样会挡棍子 挡枪口 维安 新年的那个吻 不是随便一个吻 我不想只和你做朋友 别说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从新年舞会之后 我就知道了 我不是傻子 我可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 更可以从你的话里听出来 但是我很庆幸你没有讲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继续装傻 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偿心 学医也是 恋爱也罢 所以不管之前我给过你什么错觉 我现在喜欢的是艾略特 我要跟他去巴黎 你听懂了吗 你喜欢艾略特 你说真的 强扭得瓜不甜 为了我这样的人不值得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好 江江 开门 我知道你在外面 江江 睡得吗 你要一时 antes的 你这样可以估计一下 都说特别好用 建江 方明凡对你很好 你要好好珍惜她 建江 对不起 有些事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我要在发病之前 找到治疗方法 我必须得去发过 先撕 必须 只剩凝胶 只剩凝胶 烤雾 魔术 这已经指数了 要闭粉 关注我 好 小老板 今天就最后这一台手术了 剩下的交给我吧 你先去吧 去哪儿 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不舒服吗 不舒服吗 机场很快就到了 没有 我在想 你给我看过的资料里面 那些做过细胞移植式的消数 改变真的很明显 马塔博士的研究 应该很快可以进入临床试验了吧 啊 大概吧 怎么了 实验有新进展了 还是 进入瓶颈期了 其实巴黎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实验室 马塔博士同时还有一个脑机接口的演奏 刚有前景 你如果有兴趣 我都可以帮你安排 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的 我只想参加和您的舞蹈阵的项目 全静动舞蹈阵 小牧竹进程非常缓慢 你可以一边加入别的实验组 一边等到HD进展到临床阶段 再进过去 不 我一个都等不了 为什么等不了 为什么非是很静动舞蹈阵部课 你跟着我干什么 你跟着我干什么 这是维安还要给你走 请尽快做头部增强CT 肯定是可以的 脑干站位 多模态MRI 考虑高级别胶质留可能性大 这个是智能录音笔 只要说一个关键词 就会跳出相对应的法语 维安他根据你的工作手册 总结出你最常说的话 熬夜录了好几个晚上 现在去机场的路应该很多 我觉得摩托车路比较快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你再不出发 就追不上他了 他说过他一定要跟艾里特去发光 我为什么要去追他 这个问题 只能问你自己 你知道吗 顾医生 维安他曾经有一本课本上 都写满了你的名字 被我发现之后 他跟我解释说 是因为他想成为 像你一样的医生 但是这话 你信吗 我也没见哪个医生 抄西伯克拉底的名字 抄一整本吧 虽然我 哎 顾医生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法伯 但肯定不是为了艾里特 在那里面 你能不能够 你能不能够 封锁 不愿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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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舞蹈中的关注很了解不坚强 上面的那个人真的只是朋友 演唱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给你看的视频是服药后三个月的 但实际上六个月后小数字枉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实验还是失败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应该早就习惯失望了 这才是真正的举办了 没关系啦 没关系 一分之一前做报告 什么都不会改变 如果你还愿意和我去巴黎 没关系 没关系 您刚才认 계 Stephan 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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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安 跳了 终于干上了 好 委安 我要走了 好吗 你怎么了 委安 艾雷特呢 怎么了 走了 他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 我突然不想去了 不想去了 不想去了 好啊 那我带你回去 回去 我还能回呢 对了 我 我把你的摩托车找到了 翻遍了整个拉卡亚 找到他的时候 都已经不能看了 我就一个一个零件地把它修好的 好 坏了的东西 你都能修好吗 可以啊 什么都能修好 那你能修好我吗 什么 没事吧 没事吧 委安 乌龟原主 你呢 以后 可别再弄丢了 不对 现在这车 大部分的零件都被我换过了 所以说呢 算是咱俩的共同财产 日常使用归你 不过 偶尔呢 也可以接送一下公路繁忙的 领导 谢谢啊 谢谢啊 委员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法国 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 在这边一样可以赚钱 你想做什么事情 我都会帮你的 咱们以后 需要做什么 拜托啊 不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 我的岛 我的岛 那不会被我的岛 那不会被我的岛 你和我的岛 我不要再发现 这热烤的 这是你的 我饭子 什么 维安 维安 你去哪儿啊 维饭子 刚回来说那个人是人贩子 快快 抱歉 不是 这警察怎么不挂我电话啊 拉卡亚的警察要是这么管用的话 人贩子就不会这么猖獗了 那 那现在怎么办啊 维飞 维飞 怎么了 维飞 你小心啊 维飞 可以 你想死吗 你愿意到我地区 我愿意到我地区 你愿意到我地区 不要硬来 小心伤到孩子 维飞 维飞 你愿意到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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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有多少钱 都给我 干什么 买孩子 苏维安 还有你不做的生意吗 如果我们不买 以后有别人买的啊 快点儿 十千多块钱 这么多 我只有这么多 太少了 我愿意到我地区 快点儿 快点儿 你愿意到我地区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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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钱 还要付钱 还要付钱 你还要付钱 你还要付钱 还要付钱 不 我还要付钱 他还要付钱 你干什么 顾约正 我付钱 快点儿 别回来 苏维安 把你那套 个人英雄主义收起来 我们一起来的 要走一起走 监制 监制 什么事 跟这个孩子 走啊 这个孩子 已经变成红色了 他需要 回家 我给你一个小孩 给你一个小孩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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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苏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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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板 方米凡 你先去把那个孩子 送到医院 叫急诊里来做个全身检查 好 苏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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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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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医生 搬到你 顾医生 打开车 小菲律 小菲律 慢点 你去哪儿啊 顾医生 苏菲你怎么受伤了 半小时前 总伤扶刀伤 目层失血八百cc以上 未见明显的脏气蓬出 还有教授在这儿吗 谁进字 我来信 我来信 慢点 慢点 当心 慢点 慢点 好开 我放手点 当心啊 当心 徐医生 伤者失血行休克 你一定要确认 腹腔的损伤情况 行 我知道了 还有 她的伤口靠近膝脏 你一定要仔细确认 有没有内脏损伤 还有 顾医生 我也是专业的外科医生 苏菲也交给我 你放心 你去休息一下吧 我没事 我就在这里等着 顾医生 你在这儿帮不上忙 交给我吧 顾医生 徐医生 拜托了 徐医生 一定要救救我呀 喂 小婉 我给换人做了头部CD 徐医 排除了终脑损伤 跟孩子妈妈确认过了 没有急往病逝 急诊医生给她做了全身检查 现在已经无大碍了 对了 苏菲亦呢 她怎么样了 她刚进手术室 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Tschau 來 躺不滋开 而且她是 heart Jeffrey 肯定可不满事 奇怪 toe 二十军 你干嘛 一二三一玩 海铁 在海铁 什么 怎么で 没有了 第三大事 顾医生 这就是苏维安说的 宋思写 顾医生 你干什么 我让他还没死呢 我让他还没死呢 顾医生 你干什么 我让他还没死呢 你也希望借过我时机呀 我可以苍白无力地活得了入住 你的命比我之前 你活着还多就几个人 要是死了 我一命得一命 你再想再次废医生 至少我死 我可以死 我可以死 别人 苏维安 你为什么这么想死 苏维安之前有没有 有没有得过什么病 没有啊 那他家人呢 他家人 有没有什么遗传病之类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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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追啊 我可以死了 你能追啊 到我去哪里 我可以死了 我可以死了 我走去你 走去哪里 我走去哪里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结诚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因为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走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到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黑夜过度时针 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命令的城 却依旧均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